冷冷的眼泪随风吹,才知道无奈的滋味 4月17日,2022日本学生路上竞技个人选手全大会5000米项目上 不破胜一来,拖着疲惫的步伐,最后一个到达终点 他缓慢地转过头来,和往常一样向赛场鞠了一下弓 17分30秒45 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成绩,让原本期待他打破广中里离家 创造的国家记录的人们彻底懵了 这是不破胜一来吗? 他到底怎么了?他不应该破15分吗? 可这就是事实,无破受伤了 这是谁干的? 赛后,拓殖大学的武士兰立志监督解释说 无破在一月的都道府县女子一传中就有了小毛病 开始是坐骨疼痛,但两周后恢复了 然后是右脚跟健炎,疼痛一直都没缓解 一直在养伤,直到4月7日才开始恢复慢跑 4月11日完成1000米 14日完成了2000米 本次比赛的目标是 保持匀速的情况下没有脚疼的到达终点 为了在5月7日的市井选拔赛做一次实战练习 可这明明是谎言 在选手拳大会上还让不破做练习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事件的始末 不破受伤是事实 要不然这次选手拳大会 不破一定会像小林成美那样去报名万米和5000米 由于他报名了5000米 所以小林为了不和他撞车 只跑了万米而放弃了5000米 拓殖大学田径队在这么重要的比赛中 只派出了4名选手应战 1500米项目有牛家慧 伊藤刘英和池主莫迷 5000米项目有不破胜一来和牛家慧 万米没人报名 也就是说拓大实际上是无人可派 在15日的1500米预赛中 牛家慧的成绩是4分41秒16 位列第四打入决赛 伊藤刘英退赛 池主莫迷成绩是4分38秒95 位列第八 无缘决赛 在当日的决赛中 牛家慧跑出4分36秒11 位列第十 接下来就是17日的5000米决赛 这个项目和万米一样 没有预赛 因为15日跑了两枪 牛家慧可能有点累 不想上场 当初给不破报名 是幻想在他比赛前身体能恢复正常 可不破偏偏没有恢复正常 必须休整 在这种情况下 不破应该不上场 在哪不能热身 非要在选手圈大会上吗 这次成绩是要上报国际田连的 把不破留在赛场 让人套圈 有意思吗 可这时不上场 拓制大学会脸面无光 一场大赛就比了一项 得个第十 武士兰立志无法向学校交代 所以他出了这么的馊主意 让不破上场慢跑 跑得不好 是不破的事 反正他尽力了 这叫什么 死要面子活受罪 遭罪的是不破圣依赖 对于他来说 就要服从安排 因为吃人家的烤鱼 嘴短 既单纯又可怜的他 一心为了学校的尊严 只能硬着头皮上场 因为有伤 又不能跑快了 因为敬业肯定要完赛 所以有了不破慢跑的镜头 可他不需要别人的同情 和稀稀拉拉的掌声 他被对手套圈的那一刻 很多人心都碎了 因为不破的存在 让拓殖大学的知名度 和入学率立马提升 但牺牲不破的做法 真的很好吗 口口声声说 打造他四年跑步生涯规划 不过是个学头罢了 不破的跑步绝技 也不是在拓殖大学练就的 初中就已经罢评了呀 一时快速看 这你忘记得让你 της 我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